過去生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婆羅門 婆羅門他教導了 五百個孩童 五百個孩童 這五百個孩童 其實就是後來的這五百阿羅漢 這五百個孩童 就跟著婆羅門 學習種種的教典 那時候有一位阿羅漢 他遊行人間 那麼這個阿羅漢 因為他修行很好 其他的成年人一看到這個阿羅漢 像阿羅漢這樣的先人 那麼大家都起了恭敬心 大家都正向的去供養 結果反而這個婆羅門 沒有人再敬養他 立養就慢慢微薄 所以這個婆羅門的心理 就產生了嫉妒心 起一個惡念 就讓這些五百學童 到處散播謠言 說這個 這個仙人他有貪欲心 到處去毀謗 那由於這個因緣 這個婆羅門 這個散播謠言 這個婆羅門 說人家有淫欲心 等等的 這個其實就是佛 那麼這五百童子 也就是現在五百比丘 跟著過去生 過去生 跟佛羅門這樣的因緣 到處散播謠言 所以佛陀受毀謗了 老師受毀謗了 這個弟子們 也跟著受毀謗了 那另外要是還舉另外一個因緣 他是提到說 世尊的前生 他是一個男子 那麼 在城內有一個淫女 那個男子那時候還沒修行 世尊的前生還沒修行 就想要 送這個淫女很漂亮的衣服 希望得到那個歡心 這樣子 那麼這個淫女 他穿了這些陰珞 要去跟這個男子 叫做圍偶 共襄娛樂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人 拿了更多的錢 五百金錢 說這五百錢給你 你來跟我共歡樂 結果這個淫女 她貪得無厭 本來是說 予以熊掌不能得奸 結果她兩個都想要 她就先去 就先找其中一個 另外一位就先叫她的那個婢女 去跟她跟她講說 我現在還要化妝 總總你稍等一下 結果她們等很久 後來 這個淫女又叫婢女說 我現在化妝好了 到哪裡會面 結果這個淫女的婢女 她不小心就泄落天際 泄落天際以後 那個 那個人她就 懷恨在心 尹利勳就頓失了 就起殺心 那就把這個淫女 一刀就把她殺死了 殺死以後 這個婢女她就非常驚恐 就大聲地叫 某某人殺了我的主人 那個人 就四尊的前身 他就非常驚恐 就把那個血刀 在跑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毒爵 毒爵在那邊打坐 就把那個血刀放到他前面 就跑到一邊躲起來 大家的追趕 追趕一看到這個刀子 在毒爵面前 他就想 他一定是這個毒爵殺死的 這個淫女 那毒爵她說 我只是在那邊打坐 你發生什麼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啊 後來郭王就 把這個 要把這個毒爵 加以處決 那世尊的前身 就是這個圍毆 看到這個景象 覺得很難過 他就懺悔 他說苦哉 這個毒爵的出家人 他持戒德性這麼樣崇高 可是現在 枉受 無辜之殃 這都是我的罪過 所以他就 出來懺悔 所以他就出來懺悔 所以像這樣的因緣 這個 不但殺了淫女 而且把這個罪 轉嫁到這個毒爵 這個人 不是別人 就是世尊的前生 有這種因緣 雖然說成佛以後 還會余暴 注意這是余暴喔 那正暴呢 事實上他已經 長久在地裏面 受很多的苦了 那余暴 還會受別人毀謗 這是有關於第一個 神奪利 一個慰霸